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就有網民在上水廣場發起和你SHOP的活動 本來氣氛是大致平靜的 但是當我去到下午4點的時候 當一行人走到萬寧門口的時候 埋伏在附近那班便衣警察 忽然間主動發爛 拿起他們手上的伸縮警棍 一棍一棍無差別地拼到市民 根本上他們在場就完全分不清 到底哪些跟著和你SHOP走的人 哪些是顧客 哪些是記者 反正立棍不斷起亂地拼到頭破血流 但是就算是跟著和你SHOP的人一起走 那又怎樣呢 他在商場那裡干犯了什麼嚴重的罪行 要你使用警棍來打打 你是有警禮的 華盛頓郵報正正在他們的調查報道當中 揭發了原來在警察通例第29條 關於武力與槍械使用那裡 有很嚴厲的規範 你現在完全沒有跟著 那些人干犯了什麼 在商場那裡走來走去 今天他們做了什麼活動呢 其實所有直播的傳媒都有畫面 根本上今天完全沒有任何裝修 或者進入店鋪干擾的行為 是沒有的 今天是零的 只不過在商場那些冷行走來走去 逛街 叫口號和唱歌 我想請問你那些警察 是不是把這些年輕的男女 拘捕回警局以後 你將會告他們什麼呢 還是找他們48個小時 然後放回他們什麼都不告呢 你告他什麼呢 他在商場那裡 你告他非法集結 他在這裡逛街 逛來逛去 不行嗎 一定要給錢買東西的 那你們告他什麼呢 還是在這個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呢 還是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呢 沒有啊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都可以拘捕 任何一個走入商場的市民 你一樣可以拘捕 每個人都可以拘捕 如果這樣的標準你也可以拘捕 還是你覺得這些人就是和你購物 這群蟑螂來的 埋伏了很久 就是這群蟑螂來的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用這種態度 所以現在你擺明就是濫捕之餘 而且就是針對那些年輕人 今天被人拍出來拘捕的 全部都是十四五六歲的 很明顯就是針對那些年輕人 之前大規模濫捕的 就是那些大學生 接著就是高中生 現在開始就是針對初中生 整群爛彈來告訴你 自己你有子女 做這些陰則行為 賺多少OT錢 鬥陰則錢 沒有用 告訴你 冤枉來瘟疫去 整群人都很糟糕 這群警察當然 繼續行使商場裡的三部曲 來部署 哪三部曲 第一部曲 就是一群便衣探員 一早就收到封 那些Telegram的群組 或者連登 或者其他Facebook的地方 貼了一些文宣出來 話都明白 哪一個時間 哪一個地點 在某某商場那裡 和你購物 那你預先是否一早派出便衣探員 在各個樓層進行埋伏的工作 所以說開又說 你部署這麼大量的警員 拿去商場報防 那你哪有額外的警力 就是對付真正的罪案 當那些記者和傳媒都可以發現到 原來你在街頭的巡邏簽導簿上 連那本簿也不見了 整個鐵箱空空如也 在記者發現之前 賊佬一早就踩線了 一早就發現到你了 所以就有這麼大量的打劫金譜 和搏頭檔的罪案發生 真正的賊佬你又不抓 你現在真的抓錯綜的學生 你整班都是賤人 應該去對付的人 你又不對付 不應該去對付的人 你真的拿大批的警力去報防 你整班都發瘋 是不是 你現在走進商場裡報防 用賤格到主動來發難 見人就搏 你自製一些混亂的場面出來 本來是很平靜的 很平和的 你又不是 你故意去搏圈頭 人家是逛街的 好了 你為什麼要搏圈頭 為什麼要自製這些混亂的場面 因為你就要引進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就是 那些防暴警察衝進商場裡 配合你這些便衣警員的行動 第二部曲要怎樣才能進去 就是要有混亂的場面 就是你自己製造出來的 這個混亂場面 你不搞這些場面出來 那些防暴警察怎麼可以 所謂的名證言順進去 哪裏出師有名 其實你現在是出師無名的 只是在玩這些招數 你自己製造的 這個混亂是 第三部曲就是什麼 有一批防暴警察便衝上去 另一批是怎樣 就鑿守著各國出入口 其實你都沒有東西截查 你只是憑著自己一幾號戶 來截查市民 如果不是你憑什麼判斷 如果不是 你見到那個穿著反光衣的黑記 你便截查別人 那個急救員 你認得他便便截查他 哪個市民走出去罵你 小你老母 你便截查他 你只是用這些方法來判斷 這些根本上就不是執法 這些就是軍政府的所謂 和日本皇軍是沒有分別的 根本上你比別人更賤 為什麼 因為你對付自己人 同民同種 你這幫混蛋 是不是 好了 你這三部曲今天就完成了 而我們也觀察到 今天這個和你shop 的活動 參與的年齡層是擴大了很多的 因為多了大量的中年人士參與 而且現場就是罵那些警察 而且有些是說普通話的大媽 都一樣來罵他們 甚至乎罵得相當激動 包括罵他們什麼呢 就說這裏不是大陸共產黨 這裏是香港 我們有人權說話的 你們和大陸的共產黨沒有分別的了 共產黨給你們吃 這個就是用普通話說的 就是一些普通話的大媽 而且不單止是他 很多在場的中年人士 都不停地炒蝦、拆蟹、罵那些警察 這件事當然博取到很多現場人士的掌聲 不過這些中年人士 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為什麼呢? 因為這班警察雖然主要拘捕的對象 不是他們 但是很喜歡 失驚無神 在完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 拿出胡椒噴霧 對準別人的臉部來噴霧 這些也是賤格的行為 你噴什麼呢? 人家罵你你不值得嗎? 人家有罵錯你嗎? 你只是噴霧別人 而且他們經常強調一件事 就是這些胡椒噴劑 就算是混了藍色水 昨天在大埔試了 就噴了藍色催淚水劑的胡椒噴霧 根本就是雙重的毒性 他們說是沒有毒的 他們說這些是沒有害的 你不找陶輝試試 你不要找我們的市民 來教票 整天說這些是沒有害的 整班發瘋 除了上水這件事之外 我還想說說關於林鄭 因為她今天在Facebook上 登了幾張聖誕卡 聲稱是市民主動寄送給她 其中有一張 我覺得內容挺有趣 其實擺明這些就是公關手段 公關技量 公關大龍鳳 你不要當別人白癡 看不穿吧 我們看看其中一封信件的內容 她怎麼寫的呢? 她說尊敬的林鄭特首 一般市民都不會用尊敬的什麼什麼 通常這些尊敬的是什麼時候用的呢? 就是當那些香港官員 寫信給大陸的官員的時候 尊敬的什麼什麼書記 尊敬的什麼什麼委員 他們經常用 所以你請來這些政治公關公司 炒鬼了 這麼低手 到底那封信怎麼寫呢? 尊敬的林鄭特首 回望2019年發生的事感蓋萬千 我是一位住在大窩口的普通市民 是職尊家庭 也是SEN家庭 在你上任以來 我感受到你對基層市民的不離不棄 以及對弱勢社群的關懷 好了 這裡先停一停 擺明這一段就是什麼 吹捧你的政績 正常一個市民會不會寫SEN家庭 SEN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一般市民寫的東西 怎麼會寫得出這幾個字出來呢? 其實職尊也好 SEN也好 正正就是你在施政報告裡頭 所提出的一些政策 是關注他們的 你根本就是告訴別人 提醒別人 你真的有關注這些弱勢社群 這些是正職 你是屬於你僅有的正職 是不是? 低手都不得了 接著他繼續說 之前一直沒有人做的 你也有做 非常欣賞你的工作才華 香港政府是有良心的政府 在這裡說一聲 你辛苦了 感謝有你 相信你的理念 只願你能夠繼續為我們出謀獻賊 我絕對支持你 希望你不怕艱辛 克服重重困難 你要加油 更要保持健康 祝你工作順利 家庭幸福 挪女士敬賞 哇!你真是擦鞋擦到不得了 這篇這樣的事情 還說他之前沒有人做到的 你也有做 CY也說放催淚彈和出防部隊 你現在連什麼橡膠子彈 布袋彈 真槍實彈 你連林鄭也出來了 一百萬人上街 CY也做不到 你也做到 二百萬人上街 你也做到了 還要美國國會 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對於你這幫香港侵害人權 和打壓民主的官員和警察 做出制裁 嘩!你也做到了 是不是? 還有什麼你還沒做到 對不對? 拘捕六千多人 七千人 你也做到了 什麼都是以前的人沒有做到 是你也有做到 所以有些人經常說他傀儡 傀儡也是有責任的 傀儡你可以不做的 是不是? 你可以拿詞 你沒有這樣做 羅志光教他拿詞 你不拿詞? 你不辭職 你根本就是認同他 就是附和他 你一定是有責任的 因為你作為地區的 名義上的行政首長 對吧? 雖然背後所有人都知道 他有一隻有形之手 但是你沒有嘗試加以制止 他發揮影響力 是不是? 曾任權也有 至少拖下那23條 在他任內也沒有立到 你做了什麼呢? 是不是? 你一美來附和 一美做傀儡 多餘的 還要說 會積極跟進 他說對市民的批評 我會認真反思 對市民的求助 我會積極跟進 對市民的鼓勵 我會深存感激 浪費氣吧 市民要求你什麼? 市民要求你 五大訴求決一不可 你會積極跟進 跟進了沒有? 你是回答到 不願意再回答的記者 每一次有記者會 你開行會之前 你在見記者 別人問你五大訴求的事情 你都說以前答過 不想再回答了 為什麼不回答? 根本上你就是不會做 所以你說對市民的訴求 你會積極跟進 跟著毛 是吧? 浪費氣 根本上你就是偏聽 讚你的 你就拿出來 自嗨 維勞 繼續去沉默的大多數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